美国常常想用三海围堵就用到了嘛 东海 台海到南海 那当然这个礼拜 台海跟南海很关键 尤其是来看到新加坡真的 做了很大的决定说 我们没有要选边站的这一块 那因为新加坡要换新的领导人 那菲律宾呢 你真的是 不要天天跟中文大陆抗中嘛 你这个对你这个 民调不错 但是你菲律宾的经济在哪里呢 更别说大陆秀肌肉嘛 动物啊 动物可以吸的是英级21 这对的是美国航母啦 所以亮哥说你这个第一岛链 美国真的没胜算 更别说动物早就在美济岛上 最近被发现出现了 然后呢你美飞肩并肩 中国大陆更释出轰6K 去发射英级21 那这个你又难以拦截等等的 然后呢像是轰6J 海军版的已经到永津岛去了 所以它其实也有呢 在南海这边有非常大的一个实力 然后呢你美国来嘛 这个军机等等的 有B-52H对不对 大陆派出歼11来呢 进行跟你相关的拦截 那更别说呢 吴珍七刚才倩姐说到了 吴珍七也出现了 他其实非常高空 他为什么让你看到 就是告诉你 我来了 我在这 他是不会让你看到了 但是他却让你看到了 大使 然后还有包括最近的福建舰 也成功海事回来 对大陆现在面临这个情势 基本上大概就是用亮剑的方式 用实力来进行吓阻嘛 那对美国来讲 美国事实上 他也很清楚中国大陆的实力 可是美国这些作为的话 其实他并不是要直接跟中国 直接要跟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冲突 他是要把这一些啊 他在美国 美国在第一岛链的这一些 长久以来啊 养兵千日的这些啊 这些地方啊 把他怎么样 把他扶植起来 所以美国现在在扶 扶谁 扶日本 扶韩国 扶菲律宾 扶台湾 基本上是在做这个动作 那实质上美国也很清楚 他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跟解放军做一个 这没有一个是美国的领土啊 这通通是美国的 这通通是外国啊 这边没有一个美国人 长期坐在这个地方啊 美国人不会因为在这个地方 跟中国大 这个地方不会因为发生战事 会把美国人 美国脱下 可是美国要引发 这个地方的紧张 那么对中国大陆制造成很多骚扰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这个 这个亮剑呢 不只是亮剑给美国的 就是亮剑给 亮剑给 亮剑给日本 亮剑给菲律宾 南海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05大区现在已经 我看很多报道已经停在这个 美濟岛啦 美濟岛本来它就是内部 就是一个很大的泄湖 是一个天然两岗 它可以进驻大量海军的 它这个不但有海军 它也有飞弹基地 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 这个小三角 在南海的小三角 已经是三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而且战力比航空母舰还大 那尤其美濟岛为什么要进驻呢 美濟岛旁边的这个仁爱礁 就只有19海里啊 非常近啊 所以绝对不可能让菲律宾 在这个仁爱礁上 有任何永久性的建筑 这个对美濟岛来讲的话 是很大的威胁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不断的中国大陆就升高 它的军事上的这个对抗的态势嘛 然后亮剑亮的很厉害 那我是觉得它一定会产生威慑作用 那在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 黄巡才最近接受几次访问 倒是讲得非常清楚 对啊 对 黄巡才第一个 美国已经不是独大了 这个这句话对美国伤得蛮重的 蛮重 因为美国觉得 我还是要独大 对 而且他说 这个东协国家不会选边站 对 也绝对不会以中国为敌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好事不断 然后美国呢 你看艾森豪豪 包括福建舰 还有呢他去帮他护航的时候 东海舰因为没有航母嘛 他也很想看看啊 也没有动物 就他派出的是杭州舰进行护航 他就红了 另外再来看他出海的时候 这个后面那个地方 船务被发现说庞大身影 水陆两用的两栖突击舰 就是呢 076076 他厉害了 因为他是准航母了 他可以放什么呢 歼35 歼15T 空警600 跟攻击11无人机 对 尤其是我认为在 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 周边海域作战的话 其实你不一定要有 10万吨的航母 076这一种5万吨左右 5到6万吨左右的是 超级的具有机动性 包含了他现在的设计里面呢 符合我们现在叫做战场态势 就是我们现在打的战争的形态 跟以前不一样 你看他把无人机啊 他把这个比较高阶的 像歼35跟无人机 都可以混合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东西 我们在军迷来说 真的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他们一边可以看到 那种庞然大物 蒙虫巨舰 一毛轻的那个大的航母 而且他现在整个海市 非常的顺利 当然有些外国的媒体 就很酸的说 哎呀 上面没有那个舰载机 那是太愚蠢了 对 因为哪个国家在做海市的时候 他会把舰载机放在上头 那除了这个以外 他的带刀护卫 我们已经常常看到了 就是动物的大区 然后现在的076 已经越来越明显 他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 已经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 大家现在应该没有悬念地认为 它是核动力 但我认为像马伟明 他的这个团队所在电磁这边的推进 将来也不一定要用核动力 他有各种新的方式 那么未来的战争 如果你有非常多的电磁的作用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想象的说 什么像飞机的缠斗 都不需要再发生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 整个深海海军的发展过程中 它是迭代的 而且是它是跳跃式的 那刚刚你特别讲了埃森豪威尔 刚刚才回去 最近美国的每一个长期服役的船 就是本来它应该在海上 差不多六个月左右 它长期服役的船 它在返港之后 会发生两个问题 一个是人员的整补 另外一个就是 它整个的维修的时间 拉得非常非常的长 那么当然是因为 你在海上的时间多了 你原来所预计的那些维修 有更多的项目 当它本来就有 非常大的链 就是有阻塞 整个在那个回去的 塞港的情况之下 如果每一艘船 回去的时间都更长的话 那你在海上 可以真正投射的军力呢 就会越来越有限 这个是美国现在已经 长期没有造舰的一个困境 这个困境不是那么容易 把它补起来 所以真正的 要在海上对决的话 我认为美军需要补的功课 真的是太多 那现在刚刚讲的520 我们就是真是希望 在我们附近 不会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不会有哪一个国家认为 它需要去挑起这个战争 使得台湾有事 对 所以现在刚刚讲到 造舰的这一块 亮哥怎么看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造舰是很强的 那韩国媒体也提到说 韩国是有什么呢 它的造舰不太可能在 跟中国大陆 那个扳回一城 所以他也觉得说 中国大陆造舰真的很强 它不是造舰 造船 对 造船讲错了 造船 对 船跟军舰不太一样 对 造船 然后金融时报也说 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造船业 不会使得自身收益 反而会让日韩得利 不是啊 然后也会比较贵啊 不是啊 你去看那个LNG船 阿联酱全部押给中国 是 你就可以看出来啦 实际上 中国大概全方位的各种舰 船他都可以自己造 对 三个民族 最难的他都会做嘛 豪华客轮 LNG船跟航母 对不对 那是没料到 076会这么快出现 对 这个就是准航母 漂亮 好 那 本身也有一些灵活的使用方法 而且听说076也不只要做一艘 一定不会一艘的 这个事实上 这个两机攻击舰 到最后一定会结合登陆舰一起发生作用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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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尢阅 订阅每天 Ç兢阅 订阅每天